脂肪肝会让心脏衰竭 过去认为初期的脂肪肝 只要靠着多运动及改变饮食 生活作息就可以改善 所以很多人都以为脂肪肝对健康没什么影响 不过专家提醒 最新研究发现 脂肪肝可能是心脏衰竭的独立风险因此 荷兰莱顿大学医学中心的研究发现 一般人的脂肪肝胜行率约为30% 肥胖及第二型糖尿病患者的盛行率 则高达70%到90% 显示脂肪肝也是代谢症候群的指标之一 发表于放射学医学期刊的最新研究指出 研究人员以714名年龄界 于45到65岁的男女为研究对象 其中大约有47%的人体重过重 13%的人肥胖 研究先以质子和磁共振普遗 去测量受试者肝脏的三分肝油脂 再用心脏核磁共振检查心脏阻心式的舒张功能 测量结果显示 脂肪肝对于肥胖者来说 是心脏衰竭的独立风险因此 若是肥胖者有脂肪肝肝脏衰竭的风险将会大增 因此肥胖的人更需要透过调整饮食来预防脂肪肝或减少脂肪肝的风险